多個男人喝醉酒後站不穩 不小心跌入兩棟房屋中間的蠟窺中間 卡住了不到身 兩棟房屋之間的空隙只有大約20厘米 附近村民嘗試救援不成功後 尋求消防幫助 由於蠟窺太窄 使用大型器械或會弄傷被困的男人 亦會對兩棟民房造成破壞 結果消防員只能徒手用了4小時 將這個男人由蠟窺中間救出